浪姐4播出了姐姐们第五次公演的内容,相较于节目刚开始姐姐们的陌生,第五次公演能明显感觉到她们彼此间熟络的感觉。 这也是很多观众乐意看到的画面,不过这个录制的时光总有镜头,不知不觉间,已经快速进入到了最后一次公演舞台,姐姐也都非常不舍。 上半期播出的是姐姐们不同组的EV1PK秀,不过姐姐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浓烈的火腰味,虽然在组内表示要拼尽全力手下创始人席位,但是到了台上还是互相给对方拉票,号召观众多给其他组的姐姐投票,能感觉到姐姐们在节目中建立起来的友情。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武功,节目组不管是在舞台设计,服装造型和伴舞人数上都非常用心,所以如果不是一针一针去看的话,这次武功的几个表演都没看出太大的舞台问题,也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服装搭配。 就是孙岳,刘希军这组的星光派对被提到了不少次不整齐的问题。 这其中曾有人爆料团队排练时出现问题,始终人都不齐,导致到最后都还在练习。 如果带着这样的滤镜去看节目,确实能看到姐姐有的地方做的动作完全不同,然后节目就会快速切换镜头。 而在分组比赛中,只得到了786票,也能说明现场表演存在一定的问题。 相较之下,小巴觉得Ella组的《我要你好好的》无疑是我更喜欢的一个舞台,五位姐姐在台上深情的演绎,后面放着姐姐们这一季的画面,在配上《我要你好好的》歌词,让我将整个这一季的一幕幕都回响了一遍,实在是让我有些感慨,也直接唱哭了不少现场观众。 在这首歌中,我看到了节目想要表达的女性力量,也能感受到姐姐们内心的美好,再加上最近李文黎是带来的震动,让比较感性的小巴看节目的时候颇有些感慨,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好好的。 所以在我主观来看,这首歌无疑是这次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表演,而且放在《武功》这个快要结束的时间点,这首歌着实有点难忘经销的意思,因此听歌的姐姐很多都哭了出来,别离的情绪充斥了整个演播厅。 不过最终谢娜组的,入化江南,获得了最高分,四个姐姐的表现确实是没什么挑剔的。 谢娜在其中,表现也没有了往日的活泼,没有太过用力过猛。 谢娜联盟团秀以入化江南,被赞为是上半场最佳舞台,就在《武功》整场播完后,谢娜组也是以入化江南,拿到了最高分并,获得了第一,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了。 而《浪姐寺》中,谢娜组以他们优雅的白色旗袍一态征服了观众的眼球,其中,武功也是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。 这种专业性与实力的结合,展现了谢娜组在舞台上的独特魅力,让人不禁感叹实至名归。 谢娜组成员们穿着白色旗袍,在舞台上展现出了一态万千的风采。 白色作为一种纯净,典雅的色彩,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们的独特气质。 旗袍的剪裁和线条,使他们的身材得到了完美的展现,让人眼前一亮。 而舞台上的步伐和动作更是流畅自如,展示了他们在舞蹈方面的专业实力。 在激烈的比拼中,谢娜组的武功毫无疑问地夺得了第一名。 武功的表演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体验。 他们将传统旗袍与现代元素相结合,通过巧妙的编排和精湛的技巧,创造出了一场惊艳的视觉盛宴。 他们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,令人过目难忘。 谢娜组的成功表演实至名归,这是团队成员们长期以来的心情付出所换来的回报。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专业的训练,他们在舞台上展现了真正的实力和气质,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认可。 这一次,谢娜组的白色旗袍仪态和武功的冠军表演,再次证明了舞蹈艺术的魅力和力量。 无论是华丽的服装,优雅的动作还是精湛的技巧,都展现出了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。 最终凭借825票力压了Ella组808票,而这一次谢娜组也立下flag不能再走一个人了。 前两次公演,谢娜组损失惨重,如今组内已经就剩了6个人,组内秀只有4位姐姐能出战。 最终,谢娜组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全场第一,确保了组内所有姐姐安全,说实话4攻的时候一组要三轮全赢才能获得全员安全,结果到了武功又开始看票数。 难免让人怀疑节目组是怕谢娜组的人数太少有些难看,才又将规则给改了。 而这次Ella组又没拿到第一,有点可惜。 之后,根据个人喜爱度排名,徐怀玉和谢欣无奈垫底,徐怀玉淘汰还是让不少人有点意外的,因为徐怀玉这一季是有一个成长线在其中的,从一宫滑水跌落,一步步在姐姐们的鼓励和帮助下重拾自信,慢慢融入集体。 这里面是有故事线在其中的,要比很多姐姐的故事都要完整,结果在感觉真的融入了之后就戛然而止,只能说给观众留下一些遗憾的美吧。 而,谢欣作为这一季的成风创始人最终却倒在了总决赛之前,也是非常遗憾。 不过谢欣最终是输在了人气上面,这点也没有办法。 对于谢欣来说,走到武功其实已经不亏了,从商业角度来讲,他走到武功和总决差别不大。 而且,人气差距也确实不是一个节目就能抹平的,只能祝愿谢欣,未来有更好的发展。 《龙地电司》、《Eileen》、《Ember》、《芝福》,这又是强强联合的一个舞台,这也是全场最颠覆性的一个表演。 在这场重头合作秀中,一秒都不想错过,三个人改编各有千秋,前面姐姐都在成风,这次总算看到破浪了。 《Eileen》太大跌眼镜了,不过这是包一词,她实在是深藏不露,没想到她还有这么一面。 一身嘻哈装扮,唱着Rap,跳着Crump,黄丽玲野性又狂野。 当然她保持了金曲歌后的水准,音色流氓,说唱很丝滑,舞蹈也可圈可点,演唱就更不用说了,整段solo表演很完整。 《Eileen》真的是不明则已,一鸣惊人。 当然对原曲的改编是很大刀阔斧的,感觉新风格蛮有魅力的。 美中不足的是海盗装扮有点劝退,缺了点美感,不过是契合表演风格的。 Ember,性感蛊惑到炸裂的存在,走位舞步无比丝滑,身体控制力,表演管理能力都没得挑。 让人十分沉静地享受其中,看得脸红心跳。 除此之外,清澈的嗓音也带来了别样的魅力。 终于不再是以往单一风格了,她这次难得的性感风把握得还不错,底子非常好。 看得出来,她蛮有野心和表现欲的,有实力就该全力以赴,这样才对得起远道而来的观众吗? 我本以为是毋庸置疑的第一的,但可惜观众好像并不买账。 可能是Ember主要是舞蹈为主,在现场,观众估计看不到很多细节,而且感觉略微有点点过,觉得有点心理不适。 织服,一如既往地稳定,输出甜蜡风,最后能拿到三人中的第一还挺了不起的。 她是综合了A-Ling和Ember的极致的风格,相较而言比较能被观众所接受。 织服使用越南语观感好很多,很好听,而且歌曲部分与舞蹈部分结合得很好,性感的刚刚好,蛊惑的度也恰如其分。 不过前面的舞蹈就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,估计是舞台太滑了的缘故,织服找不到发力点,导致舞蹈呈现有点笨重,像是要跌倒了一样。 好在后面力挽狂澜,彻底弥补了先行的小缺憾。 姐姐们solo部分都很高光,相比之下后面三人合体就很敷衍,潦草的多了,显得十分头重脚轻,有头无尾。 所以下半场,我最喜欢的舞台是《我要你好好的》。 看到武功,感觉主动还是很重要的,主动争取才有可能,即使失败了,被骂也比默默无闻的好。 可惜啊,浪费了那么多有实力的姐姐了,好多都太佛系了,比如临门一脚就到总决赛就惨遭淘汰,被踢出局的徐怀玉和谢星。 明明复活赛之后,就能直通总决赛了,可偏偏他们也没有复活机会了,太可惜了,尤其是渐入佳境的徐怀玉。 武功结束,距离这次,浪姐4,收官就剩下了一个成团业,当然节目可能还会播出一期复活赛,而复活赛的结果很多人也都已经知道了,唐伯虎和汪小明两位姐姐成功复活。